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3年6月29日星期四 这个视频呢,有两方面的内容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第一方面的内容呢,是关于中美博弈,展现在外交战和科技战上面 那么第二方面的内容呢,是关于这个台湾局势的 蔡英文当局呢,在下台之前啊,简直是紧锣密鼓的作死啊 蔡英文如果说以前是卖台的话呢,现在简直就是让美国来白嫖啊 那么一会儿我们来聊一下他的详细情况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中美博弈啊 先说这个布林肯呢,从中国访问回去以后呢 有这么几个发言啊,他这个发言真的是自相矛盾啊 如果把一个国家表现为一个人的话呢 简直就是得了这个精神分裂型的精神病啊 首先呢,据这个美国之音报道啊 布林肯呢,他昨天在一个外交关系委员会啊 在纽约举办的一次活动当中 发表了一系列的这个谈话 这个美国之音呢,是这么报道的啊 说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周三,也就是6月28日表示 美国必须找到一种在激烈竞争中与中国和平共处的方法 并且指出华盛顿在经济上并没有与北京脱钩 去年的双边贸易创下历史新高 这是他赤裸裸的这个撒谎和狡辩啊 那么他找出来的这一套理论呢 在他在北京访问的时候的记者会上就抛出来了 他说呢,美国呀,并没有寻求和中国脱钩 表现在哪里呢 他就说,你看啊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额呢 在不断的上升 说去年的时候呢,竟然都突破了这个六七千亿啊 我忘了那个具体数字啊 好像就是七千亿吧 突破了七千亿啊 说这就说明了 这两个国家的这个合作和贸易往来是非常好的呀 怎么能说我们寻求和中国脱钩呢 对不对 那么他这个话真的是 骗得了他自己也能骗这个世界吗 谁不知道你美国在寻求和中国脱钩啊 那些不愿意脱钩的 比如说美国国内的那些企业对不对 不断的就表示说呢 和中国脱钩啊 不现实啊 不可能啊 不可操作呀 或者说是搬起石头来砸我们自己的脚啊 那么为什么那些人会发表这样的言论 不就是美国政府迫使他们脱钩吗 同时呢 欧洲也是一样啊 欧洲呢不断的就说和中国脱钩不现实呀 那么欧洲为了应付美国呢 还提出来了一个去风险的说法 中国呢立刻就戳窗了他们的这个说法 去风险和脱钩是一回事啊 那么为什么说欧洲能够进行这样的讨论和耍这样的花招 他们不愿意脱钩 为什么要来说呢脱钩不现实不就是美国逼着他们脱钩吗 是不是 美国做了多少和中国脱钩的这些联合别人拉帮结伙 做了多少这样的事啊 那眼睁睁的就说这样的瞎话有意思吗 啊 在中国的时候说呢没有办法对吧 脸面上呢过不去找个折 那回国以后呢他继续这么说 然后呢美国之音接着报道说呢 布林肯说呀 中国不会消失 我们也不会消失 说和中国的这种竞争呢是一个长期的竞争 是没有明确的终点线的说我们必须要找到一种共处以及和平共处的方法 按说呢他说的这些话其实都是对的 如果你是这么说的你也是这么做的话呢 那肯定是没有问题对不对 你沿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在走 但是呢实际上他们不是这么做的呀 那么同样是布林肯啊 他在另外的一个场合 却说了另外的话呀 比如说呢今天在外交部记者会上啊 环球时报的记者就问说啊 据报道啊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双方存在分歧不是秘密 美方将一如既往的捍卫美国利益和价值观 继续做中方不喜欢的事 说中方不喜欢的话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那么他说的这些话呢 是在我刚才所说的美国之音最新报道啊 在这之前 我刚才所说的美国之音的这个报道呢 是他星期三说的话 那么这个环球时报所问的 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话呢 是在这个之前他说的这些话 说呢我们还会继续做这样的事情啊 那他在收访的时候呢 还被问到了就是关于拜登骂习近平的那件事啊 他还表示说什么 说我们的总统说话啊 从来都是直来直去 总是说实话 一不小心呢就把实话说出来了 这就说明了 对这个拜登骂人的那个话呢 并不持一个否认的态度 那么在之前拜登刚说那话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说了啊 就是美国的国务院的副发言人 他当时就出来说了 那他说拜登说的话呢 就是说出来了他自己的心里话 说的呢就是一个事实 你看啊 就和在前一天星期二的时候 布林肯接受访问所说的是一样的 那么毛宁是如何回应的呢 毛宁说我们对布林肯有关言论表示不满 美方出于错误的对华认知 奉行错误的对华政策 对中国进行围堵遏制和打压 无端的对中国进行攻击和抹黑 肆意的干涉中国内政 美方说的这些话 做的这些事 违背国际关系基本认责 中方理所应当的坚决反对 我要再次的强调 相互尊重是国与国打交道最基本的原则 是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应有之意 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用实际行动兑现美方所做的承诺 那么我读到这儿呢 好多网友可能有说了 中国能不能放弃幻想 不能不能 中国外交部啊 必须要这样说 不然的话呢 对不对 但没有到双方的撕破脸打起来的程度呢 你就不能撕破脸打起来呀 你要是在世界上一遇到这样的一方 你就撕破脸打起来的话呢 那你可就上了他们的当了呀 撕破脸打起来 动不动撕破脸 动不动就打起来 说一些不理智的话 那是美国不是中国 中国必须得和他们进行一些比较明智的 比较聪明的这种交往 这种外交 这种呢周选 因为呢 说实话啊 中国在很多方面呀 毕竟呢 是落后于他们的 毕竟现在世界上的这个超级大国呢 是美国不是中国 等到中国在世界上各个方面都是领先 别人都依赖中国的时候呢 那中国就不是现在这个态度了 对不对 就算是美国 他都不得不 有时候也说一些比较好听的话呀 比如说 对吧 今天美国之音的报道 他就是说的嘛 哎呀 我们没有寻求和中国之间进行脱钩啊 你看我们两个国家的贸易啊 又创下历史新高 发展的多好啊 中国不会消失 我们也不会消失啊 我们需要找出这个和平共处的方法呀 我们需要找到护栏呀 什么的 说的多好听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外交部怎么说呀 大家不要太较真 美国呢 就是一个大原则 凡是对中国有利的事情呢 他们一概都不做 那么说到这儿呢 我就想说一个 他们今天啊 又发现了一个呢 让中国有利的 他们的一个漏洞 这是什么呢 就是呢 他们现在发现呀 美国人民通过网购 从中国买入了很多的电商的产品 结果呢 没有交关税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呢 我也觉得奇怪呀 怎么可能没有交关税呢 美国不是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很高吗 原来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通过电商 从中国买的很多东西呢 从中国就直接寄给美国人 那么寄给美国人呢 在过海关的时候呢 海关就对很多的商品没有征收关税 你可能会说了 海关怎么会没有征收关税 是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吗 不是 美国呢 他有一个政策啊 这个你从海外买东西 当你这个东西寄进来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免税额 这个免税额呢 是800美元 那么中国的东西呢 就很便宜 对吧 那么很多人从中国买的东西呢 如果说不够800美元的话呢 就不交税 那么美国国会呢 现在有点炸锅了啊 他们发现 哎 这个中国又占到便宜了啊 所以呢 他们现在就琢磨要堵这个漏洞 为什么会有这个漏洞呢 现在他们就埋怨这个特朗普 说是特朗普啊 在2016年的时候呢 把这个关税的免税额 从200美元提高到了800美元 才使得中国的这些电商呢 钻了一个空子 哎 你就看美国的政府哈 他们这些的说法和这个言论哈 他考虑美国人民吗 他压根就不考虑美国人民 压根就不考虑 实际上是谁在这里面 受益了 其实呢 是美国人民 对于中国的那些电商来说呢 其实是一样的 比如说他卖800美元 以下的这些东西哈 你美国收不收税 他卖给美国人民的 都是那个价钱 如果你收税的话呢 这个货在海关的时候 海关收税哈 这个货在送交给消费者的时候 就这个快递公司都会向这个消费者索取这个关税 因为我是有这方面体验的呀 美国的政策不是说针对中国 加拿大也有这样的政策 那么我在网上购物的时候 如果这个东西哈 来自于中国或者来自于美国 我一般的来说买的东西呢 都是来自于美国的 那么他在入关的时候呢 如果说还征收了这个关税的话 我收货的时候 他会向我收钱 尽管我在买东西的时候呢 我已经都见完了 但是呢 他收的这个钱就是海关的这个关税 那么就是对于美国人民来说哈 如果说美国取消了这一条 又降回到了200美元 甚至于呢 美国的国会有些人建议说啊 索性就把这个取消掉 这其实是这个川普建议的啊 川普说呢 我当初把他提高到800美元的时候呢 我也不是说就是为了这个优惠中国 我也没有想到有这个效果 我如果有想到的话呢 我绝对不会提高 那我现在就建议呢 索性就把它取消 我都没有意见 你知道吗 就这个川普啊 今天所说的这个话呀 他们哪里考虑美国老百姓啊 如果他们把这个取消或者降低的话 美国的老百姓啊 又得多花钱了 好 以上呢 这些哈 是美国在外交方面啊 对中国的政策 他说那些好话呀 咱们就甭管了啊 就是美国呢 实际上啊 他们说话的时候呢 专简着中国不喜欢听的话说 做事的时候呢 专简着中国不喜欢的事来做 那么毛宁的这话里面呢 就是说我们寻求啊 美国能够端正态度 我们好好相处啊 但是呢 中国已经认清了美国了 觉得美国是没救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 最近这段时间 中国政府呢 就在寻求啊 和美国的民间来进行交往 就不理这些神经病政客了啊 一方面呢 最近啊 大量的邀请那些大富豪企业家 另外一方面呢 也在这个接触那些民间的友好人士 昨天我不是跟大家说了吗 王毅不是还会见了那个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董事会主席什么雅各布鲁一行吗 那么今天呢 我又看到就是习近平啊 他给一个叫古领元中美民间友好论坛发去了一个赫信 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外交部的新闻稿呢 是这么说的啊 说2023年6月28日 也就是昨天啊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古领元中美民间友好论坛致贺信 古领元呢 古领呢 是一个地名啊 元就是缘分的元啊 古领元中美民间友好论坛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下面就是在这个新闻稿里面有说啊 新闻稿说呢 习近平指出啊 1992年 我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古领 帮助他完成了丈夫梦回故土的心愿 30多年过去了 古领之友和两国各界友好人士深入挖掘古领历史 积极传播古领文化 为加深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交流而不懈努力 习近平表示 很高兴收到古领之友成员们的来信 从信中了解到 大家与古领更多动人的故事 拍摄了众多的古领照片 103岁高龄的林恩先生 留下我热爱中国人民遗言的福亦华医生 把部分骨灰撒在闽江的穆戈仁先生 古领之友的经历再次证明 中美两国人民完全可以跨越制度文化语言的差异 建立起身后的友谊 习近平强调说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国与国关系发展的根基在于两国人民 希望大家把古领故事和古领情缘传承下去 发扬光大 让中美人民友谊像古领上的千年柳山一样 茁壮成长生生不息 然后这个新闻稿说 古领故事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流的一段佳话 他是怎么回事呢 说1901年的时候 在强保之中的美国人密尔顿·加德纳 随父母来到中国福州生活 1911年全家就迁回美国 加德纳先生呢 一直想要再回中国雇员来看一看 但是呢 直到去世也未能如愿 在中国留学生的帮助之下 加德纳夫人终于了解到 丈夫魂牵梦魇的雇员就是福州的古领 这个古领啊 是福州的一个地方啊 那么1992年的时候呢 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了解到这段感人的古领情缘 那不知道这个刘学生是不是他女儿啊 说呢 他就邀请了加德纳夫人访问中国 2012年的时候呢 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 在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上 讲述了这个古领故事 引发了两国各界的强烈反省 这个古领员呢 就是中美民间呢 搞起来的这么一个友好论坛 那么28日呢 他在福建省的福州市举办 主题是传承友谊心火 共创美好未来 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福建省人民政府 共同来主办 古领之友的部分成员等中美各界人士参加啊 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他女儿起的作用啊 但是呢也有可能不是他女儿 因为呢 我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故事 也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啊 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呢 他的房东有一个老爷爷 当年呢就参加了这个朝鲜战争 他就向这个留学生讲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啊 那么留学生呢 很显然把这个故事呢 我不知道怎么在网上就是讲出来啊 我看到网上好多人在传这个故事 真的是非常的感人 我在此呢也跟大家转述一下啊 这位老爷爷讲的故事呢 就是他想当年的时候呢 他参加了这个朝鲜战争 那么朝鲜战争上 美国以及他们的这个盟军啊 是对抗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这两方嘛 那么有一天呢 他们就发现啊 从对面的阵地上 有一队这个中国志愿军举着白旗就下来了 那么按照战场上 就是说你举白旗就代表着投降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他们看到他们下来呢 当然你又不能打死他们 你就等着他下来 对吧 那么这一队志愿军他们下来 举着白旗下来以后呢 跟他讲啊 不要误会我们不是来投降的 我们是来跟你们协商一件事 说我们呢 俘虏了一些你们的这个人员啊 但是呢 其中有一部分人员 他们的伤啊太重了 我们的医药不行 我们不能保证治好他们 我们现在有点呢 治不好他们了 希望呢 你们能把这几个人接收回去 给他们提供治疗 让他们活下来 那么他们美军这边呢 就将信将疑 就觉得这能是真的吗 但是你也不能不同意啊 对不对 然后呢 就同意了 说行 那你们呢 就把这些伤兵呢 运到那个山脚 那我们就不对着你们射击哈 然后呢 中国的军队呢 就把一些美军的那个俘虏呢 伤势很重的俘虏 就给他们都抬到了那个山底下 那么把这些人抬到山底下 放在那以后呢 然后志愿军他们就回去 回去以后 应该由美国来接收这些人哈 但是呢 志愿军看他们半天呀 美国都不下来接收这些个伤兵 那么志愿军就知道哈 这肯定是他们不信任 他们害怕呢 放在山底下这些人呢 就是对他们试图要伏击的 他们就是有过滤 后来呢 志愿军又向他们反复的解释 这件事情啊 说你赶紧把他们那些伤兵弄回去 不然的话那些人 有可能生命就不保了呀 那么后来呢 他们就把伤兵弄回去以后 对他们进行治疗 救了那些伤兵的命 那么这个老兵跟中国的刘学生 讲述这件事情呢 就是说呀 说他参加了好多的这个战役和战争啊 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军队啊 是像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样的文明之士 由这个呢 再结合这个今天习近平的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哈 就是中国的这些留学生啊 在美国都起到了这个两国人民友好的这么一个作用啊 我都很担心美国黑心会对中国的这些留学生下手 又说这些留学生是中国的间谍啊 不拉不拉不拉的啊 还有呢 今天我看到环球网啊 他写了一个社评啊 这社评的题目呢 是说有人想敲掉中美关系的又一块地基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社评是这么说的啊 说美国几个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 近日给国务卿布林肯写公开信 强烈建议政府不要续签 将于今年8月27日到期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 请注意不要续签啊 不是说不要拒签 不要续签啊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环球时报说 此前呀 美国政府内部也传出来 正在辩论是否续签该协定的风声 作为中美建交的基础性文件之一 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每五年续签一次 数十年来从未中断过 到期续签在很长时间里呢 都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事 然而在对中国窃取美国技术的高度恐惧心理之下呢 这份协定的命运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对于中美关系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 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并不是一份什么敏感合同 它并非致力于高精尖的前沿科技合作 其所涵盖的合作领域呢 主要就是包括环境啊 奴业科学啊 物理和化学等在内的基础研究 在它的框架之下 中美双边的一系列涉及到气候变化 农业生物多样性等合作得以机制性的展开 即使是在两国关系受到台海危机 南海撞击等事件冲击的情况下 相关合作也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这协定就像一张柔软的网 几十年来牢牢的兜住了中美交往与合作的底线 如果要说中美关系的护栏 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就是重要的护栏之一 那这当然这是中国的认识 美国可不是这么认识的 美国就是呢 我该跟你合作的时候 我跟你合作 我该跟你竞争的时候 跟你竞争 我该跟你对抗的时候 我跟你对抗啊 就是这么的精神分裂 就是这么的不要脸 那么我们就知道呢 前一段时间 美国对中国发起的科技战呢 主要是在半导体的芯片领域 那么它发起来的这个科技战呢 就像前面发起来的贸易战一样啊 并没有取得他们预期的效果 其实呢 现在美国遇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啊 昨天的时候跟大家说了 拜登说呀 中国出现最大困难啊 但是并没有说中国的这个最大困难 是一个什么困难 搞的那些记者呢 都跑到中国来问中国的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毛宁说我哪知道啊 虚张声势啊 那么其实呢 美国才遇到这个困难呢 困难是越来越多 现在看来呢 贸易战这个事儿啊 美国是接受现实了 那么芯片战这个事情呢 恐怕很快啊 将会被另外一个科技战呢 所压下去 那就是人工智能领域 今天我看到俄罗斯的媒体 有报道说呢 恐怕中国的在人工智能领域的 这个广泛的成就啊 要盖过美国 要超过美国 让美国啊 没辙没辙的 那么另外呢 我刚才不是跟大家说了吗 哈 布林肯啊 他在这个星期三的时候 他的外交关系委员会 在那上面的这个发言 当场就有人指出来说 那么这个外交政策啊 和美国的这些议员啊 不断的到台湾去窜访 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呢 你一边呢 寻求说和平共处 另外一方面 又不断的在台湾那边 来刺激中国政府 是不是自相矛盾呢 确确实实啊 我前面就说了 美国就是这样的精神分裂嘛 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呢 美国的议员 又不停的到这个台湾 来窜访啊 关于这件事情啊 今天啊 也有记者来问这个毛宁啊 是来自于 俄罗斯塔斯社的记者说 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 帕特尔周三称 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台 并不意味着 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 此事无关政府行政部门代表 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 或者去改变现状啊 毛宁呢 是这么说的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 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势的官方往来 美国政府的各个机构 包括行政 立法 司法部门 都应该执行美国政府 承认和承诺的外交政策 不犯错 但是呢 实际效果是什么 也是互相这个牵制啊 让你想做正确的事情都做不了 想说正确的话呢 都不敢说 所以呢 就时而明白 时而糊涂 那么关于美国呢 不断的来挑衅 不断的给台独来撑腰打气这件事情呢 今天呢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的发言啊 也受到了世界的关注 那么国防部的发言人张小刚大笑呢 他是这么回应这个问题的啊 这个问题是呢 据报道 美国会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 分别通过2024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 要进一步的推进美台军事合作 近期美国务卿布林肯称 美国不支持台独 但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 请问发言人如何评论啊 张小刚就说呢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最重大的问题 也是最突出的风险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切实将不支持台独承诺落到实处 不要说一套做一套 需要强调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从未分割 也不可能分割 这是台海的现状 一段时间以来 外部势力大搞以台制华 民进党当局执迷于以美谋独 这才是在破坏台海现状 加剧台海局势紧张 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怎么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 潮流不可逆 玩火必自焚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能力 有信心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决粉碎 台独分裂和外来的干涉图谋 就是最后的这一句话呢 被广泛的转载 当然这样的表态呢 也不是中国第一次啊 但是呢中国的这个决心一直是没有变化的 那么今天我看到啊 就是台湾和这个美国呢 正式的签署了一个大单 这个大单呢 就是关于前一阵呢 吵得沸沸扬扬的 让台湾的很多的名嘴和专家认为呢 这就是一个笑话啊 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的 这个东西是很可笑的一个东西啊 是一个捣乱的东西 不会起到作用 反而制造麻烦的一个东西 它就是那个所谓的火山布雷机系统 前一段时间咱们不是已经都说过 美国说是呢 要卖给台湾那个布雷机啊 这个布雷机呢 就是你开着它啊 就跟一个车似的 然后呢 它不断的就往两边扔那些地雷啊 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呢 台湾的名嘴都在讨论这个东西 是一个没用的东西啊 是不可能来买的 那么这段时间就没动静了啊 突然今天就宣布说呢 美国和台湾之间签了这个东西 而且呢 这个东西啊 说要到2029年才交货啊 你说这个可笑不可笑吧 从来都是美国卖给台湾的东西啊 先交钱 然后再交货 可不是说你先交钱第二天交货啊 你现在签了合同以后呢 你马上就交钱啊 什么时候交货就不由你了 现在呢 这个合同签的呢 就是到2029年交货啊 那么我们就是想 现在才2023年啊 6月6年以后交货 明摆着的这个合同呢 它就是一个只交钱不交货的合同 因为到那时候呢 台湾肯定都已经回归了呀 回归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手里面来了呀 所以到那时候 美国是不可能交货的 那么台湾所付的钱 那不就是白付呢吗 对不对 我前面还说了 蔡英文当局啊 这就是在下台之前的疯狂啊 如果说之前是卖台的话 现在你说它是不是就让美国来白嫖呢 其实说白嫖啊 都有点过分 这就是倒贴钱让美国来嫖啊 这个视频呢 这个视频呢又是一个新闻联播 有这个六个方面的新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呢 第一方面的新闻呢 是围绕着瓦格纳军团叛变的这件事情啊 那么关于瓦格纳军团本身 还有普里格金呢 现在是没什么动静啊 有一个说法呢 说是瓦格纳军团啊 在俄罗斯境内呢 就算是结束了 有些人呢 已经改编为俄罗斯武装部 归他们所属了 那么有一些人呢 去向不明啊 那么瓦格纳军团的那些重装备呢 包括坦克等等啊 那些也已经都移交给俄罗斯的国防部了 那么瓦格纳军团俄罗斯以外的 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今天有一种说法呀 说普里格金宣布呢 海外的瓦格纳军团改名了啊 改成一个叫什么 基辅波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武装啊 我觉得一听这名就不太可能 就是不像一个武装组织的名称啊 但是呢 瓦格纳军团也许会改名 因为呢 美国现在正在追讨这个瓦格纳军团 但是呢 如果改名的话 美国就不追缴他了吗 应该美国也不会放弃追缴他 追缴他并不是因为他这个名 而是因为他这个实质 对不对 那么前两天呢 占主流的认识的就是 那说瓦格纳军团的这个叛乱啊 不是真正的叛乱 而是普京下的一个大旗 那么我看这两天随着事件的发展呢 这种阴谋论呢 逐渐的是被人们所抛弃了啊 今天呢 我甚至看到主流媒体呢 都在抨击这种阴谋论了 因为现在呢大家好像普遍的都不说这阴谋论了 除了乌克兰 乌克兰呢 今天还在说 说瓦格纳军团在白俄罗斯啊 他的目的呢 就会直接攻击基辅 而且呢 通过这种方式呢 来分散和牵制 乌克兰在乌东地区的这个军事力量啊 我看到主流媒体呢 把这个说法就定性为这个阴谋论 另外呢 关于这件事情 俄罗斯仍然是在进行调查 不会对瓦格纳以及普里格金呢 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但是这里面 到底有没有其他的力量 这里面呢 都有谁参与到这个策划里面了 主要是呢 美国和西方在里面 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俄罗斯呢 仍然是在调查当中 那么在前两天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听到美国呢 不断的更多的声音 更官方的声音出来说呢 他们早就掌握了瓦格纳军团 叛乱的这件事情 掌握他全盘的计划啊 美国的官方说呢 掌握的是非常详细的 他这个计划的每一个细节 他们都掌握 那么今天呢 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 说俄罗斯的军方呢 的高层 也早就知道 瓦格纳军团这个叛乱的计划 那么具体呢 就指向苏罗维金 苏罗维金呢 大家可能已经听说了啊 自从瓦格纳军团 从乌冬撤出来之后呢 俄罗斯国防部就接手了前线 那么乌克兰发起来的这个反攻呢 是节节的挫败 说这里面他们挫败其中的一个原因 就是俄罗斯的军方呢 使用的是苏罗维金防线 但实际上呢 苏罗维金呢 是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被普京任命为特别军事情动的总指挥 但是在今年一二月份的时候呢 又换人了啊 就换成了现代的这个总指挥 叫格拉西莫夫啊 那么现在呢 阴谋论呢 就在说 瓦格纳军团的这一次叛乱呢 就是在和少依谷和格拉西莫夫 这个团队的较量 那么这两天呢 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苏罗维金 以及他的得力第一副手 叫尤金 说他们两个呢 都被捕了 还说的头头是道啊 就像真的似的 并且呢 连关押地点呢 都有了 那么昨天的时候 我们看到 俄罗斯总统办公室发言人佩斯科夫 在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说 他说像这样的重大事件呀 过后 谣言肯定是满天飞了 其中关于苏罗维金被捕的这件事情呢 就是其中的一个大谣言 那么他这个表态呢 就直接辟谣了 那么今天我们还看到呢 就是这个尤金啊 他的职务是俄罗斯空天军副总司令啊 他也出来辟谣 他出来否认被捕 他说我正在家中休假 那么另外俄罗斯国家杜马 通过媒体呢 也提供了更多的 关于瓦格纳叛乱的这件事的导火索 那么我们就知道 瓦格纳军团的领导人普里格金呢 他和少依谷有矛盾 由来已久了 但是呢 导致他这一次走上街头叛乱的这件事的导火索呢 就是国防部呢 要对他进行收编 那么今天呢 国家杜马呀 负责人又出来透露说 按照国防部的政策呀 这些私人武装必须和国防部签署收编合同 那么因为瓦格纳不同意被收编 那国防部呢 就给他下发了通知 说因为你不签合同 所以说呢 国防部不会把瓦格纳军团再派往前线 那么因此呢 国防部也不会再给瓦格纳拨款 那么这些呢 都是瓦格纳军团走上街头的原因 普里格金说呢 他就是出来揭露这些腐败 要推翻这个腐败的国防部 而实际上呢 他们的这种体制啊 势必会有像他们这种私人武装啊 还有寡头啊 会在里面有利益的 那么他自己其实在这里面 还不是也有这样的利益吗 他自己本身既是一个私人武装 同时他也是一个寡头啊 他在里面还挣这个饭馆的钱 还有军队食品的钱 对不对 他挣了好多钱呢 那么今天我们还看到啊 就是俄罗斯以前的一个副总理啊 他也有一个私人武装 他这个武装现在呢 被报道说 已经和俄罗斯的国防部签了合同了 他这个私人武装的名字呢 叫沙皇之狼啊 听起来也很有战斗力的感觉啊 就是说现在呢 瓦格纳军团啊 在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当中 肯定不会再出现了 那么以后有可能我们会看到 沙皇之狼的身影啊 不知道这沙皇之狼 会不会和瓦格纳军团一样的有战斗力 那么之前我们听到俄罗斯的官方呢 有官员出来说啊 就是啊 就是啊这个瓦格纳军团的这个叛乱 对前线不会有任何影响 那么现在看来呢 的确是不会有什么影响 我看到呢 有一些专家出来说呢 瓦格纳军团的这件事情 对俄罗斯会有的其中的一个影响呢 就是因为普利哥金啊 他这个叛乱 等于说没有任何后果 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 那么以后普京的麻烦呢 会不断的接踵而来 那么就等于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 倒下去以后呢 会有一个连锁反应 意思就是说呢 其他的私人军团有可能会效仿 我认为这应该是不会 普利哥金呢 虽然说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没有被抓起来 但是呢 他这种后果也是其他的私人武装 所不愿意看到的 等于说呢 他这个瓦格纳军团呢 不仅就死掉了 就连普利哥金他本人呢 我昨天都说了啊 他小面都很危险啊 美国的前CIA的局长都出来提醒他 你以后最好不要站到窗户的前面 因为你要站到窗户的前面 你有可能被干掉 那这种后果其实也是很严重的呀 美国还在追缴这个瓦格纳和普利哥金 把普利哥金在俄罗斯之外的那些裁员 全部都给他截断了 你想这瓦格纳这个后果还不严重吗 好 这就是关于第一方面的所有的信息 第二方面 咱们就来看一下乌克兰这边是一个什么情况 昨天我跟大家说了 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 接受了美国CNN的采访的时候 就表示说呢 说瓦格纳呢撤退的太快了 说如果再坚持24小时的话呢 那么形势将会对乌克兰非常有利 那么因为他撤退的太快了 所以对乌克兰来说呢 没有带来什么有利的影响 那么今天我们又看到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这个主任 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啊 他就出来说呢虽然说乌克兰现在缺少弹药 但是呢乌克兰仍然是会继续大反攻计划 并且呢他们还说了 我前面已经说了那个阴谋论的那些话 另外呢 俄罗斯的国防部也公布了他们在前线的进展 他们仍然是利用这个远程的精准导弹 说是消灭了一股雇佣兵的这个军事力量 击毙了两个乌克兰的将军说是 然后呢消灭了他们20多个雇佣兵的部署 那么关于瓦格纳军团这一次的叛乱这个行动啊 对普京有什么影响啊 今天在美国有记者问这个拜登 那么拜登呢忽里忽里的啊就说了一套话了 全世界呢就又笑了啊 他说呢说普京啊在外伊拉克的战场上呢 他是失败的 那么在他的国内他也是失败的 那么人们都把这个伊拉克呢打上了引号啊 或者打上了括号啊 他实际上是指的并不是伊拉克而是乌克兰 下一个新闻呢是来自于欧盟的 欧盟呢这两天啊在讨论 关于他们冻结到乌克兰官方以及个人的那些财产 他们打算把其中的一部分呢转交给乌克兰 但是呢这件事情啊受到了德国的反对 那么有专家就分析德国为什么坚决反对呢 就是因为啊 虽然说呢美国和欧洲都对俄罗斯提出来了制裁 但是呢德国仍然有一些公司呢还在俄罗斯继续经营 这一点呢其实我也看到了 我看到有一些自媒体啊 他们在俄罗斯的境内进行这个直播 或者是录视频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德国的那些汽车呀什么的啊 在俄罗斯仍然在正常的运营啊 那么还有其他的什么东西咱们就不知道了啊 我从前一阵子秦刚到德国去访问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中国在德国的那些孔子学院什么的都没受影响都还在的 从这些呢我们就看出来啊 虽然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德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国家 会进行表态说是和美国一致啊来对抗中国 但是实际上貌似啊 他们是口是心非的 他们嘴巴上是那么说的 但实际上并没有做 那么当他们没有行动的时候 美国其实也是没办法的 所以说呀德国现在反对欧盟 把冻结的俄罗斯的那些资产转交给乌克兰 他肯定是担心俄罗斯对德国以牙还牙 好下一个新闻呢是关于美国在亚美尼亚那挑事的这件事啊 那么前一阵的时候就是在佩罗西没有下台的时候 他就跑到亚美尼亚去挑事 那么之后呢我们就会经常看到啊 亚美尼亚和阿塞北京时不时的就打一打 那么这两边一打的时候呢 那么美国就出来进行调停 那么一调就停 过一段时间就又打 这两天呀亚美尼亚和阿塞北京啊就又打起来了 今天我看到亚美尼亚一方呢就出来说 阿塞北京呢又向他们打炮造成了四个人死亡 现在美国呢又邀请他们双方到华盛顿去谈判 今天呢我就看到俄罗斯一方就说 美国为什么说老是在阿塞北京和亚美尼亚这个地方在这搞事呢 实际上呢他们就是想把俄罗斯从那个区域踢出去 消除俄罗斯在那个地区的影响 如果是这么解释的话呢 一切都能够解释得通了 美国呢哎搞搞事呢 哎我来给你们调停 而且呢调停的地点都邀请你们双方到华盛顿去 啊邀请你们去一个俄罗斯去不了的地方 那么俄罗斯的手就伸不进来了嘛 所以俄罗斯的这个说法呢我是完全能理解的 我认为就是这么回事 那么下一个消息呢就是关于最近我们看到越南的总理到中国来访问 那么习近平呢就会见了这个越南总理啊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秦刚呢也会见了越南的外长 昨天我还跟大家说了27号28号这两天呢 中国和越南在南海北微湾地区进行联合巡航 那么所有的这一切啊 我看到美国之音的报道说说所有的这一切呢都不是偶然的和美国的航空舰在越南访问的时间重合也不是巧合 美国之音说的对啊 他就是这么回事 这件事呢实际上就是在越南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一个博弈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在越南搞事 他不光是说挑拨越南和中国的关系 同时呢他也在这个越南和柬埔寨之间搞事 今天我们看到柬埔寨的这个首相啊 在社交媒体上就发文称 柬埔寨就发现呢和越南交界的地方出现了美国的无人机 他们就认为美国的这个无人机呢就是从美国访问越南的那个舰船上呢起飞的 那么柬埔寨的总理啊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揭露 请注意啊 其实柬埔寨的这个首相啊 他并没有直接点出美国的名字 而是说第三国 只不过所有人都明白这个第三国就是指美国 那么人家都没有点出你美国的名字 美国自己呢都已经是坐不住了 现在美国威胁啊 就要求脸书删除这个柬埔寨首相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 我认为美国真的是越来越不自信了 连柬埔寨这么弱小国家总理的一个社交平台上的发言 都不能容忍了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